歡迎大家收看 夥伴們我告訴你們一件事 我們今天要挑戰的素人 他是一位職業模特 喔 模特兒 嗯 沒錯 就要剛拍他照片 真的非常的厲害 這張身材比例也太好了吧 而且感覺比我還高咧 感覺真的比你高 不然我被你拿下箱子出來電一下 我先離開好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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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妝上面色彩蠻鮮明的耶 感覺風格蠻多變的 沒錯 但是我看他照片啊 感覺都會有這種距離感 出於你而不然 可眼反不可卸完 唉唷 今天這個iPhone是怎麼了 博弦多文喔 文招招的 沒有啦 但我覺得看了幾張照片之後 他的模特兒工作可能 會讓他非常的在意自己的諸葬 好期待他 復原的樣子對不對 嗨 嗨 妳是Mint嗎 是 我是 我先電講好了 我真的好像快比我高咧 還是沒事 那我跟第一天好了 我第一眼看到他就是覺得 嗯 啊都這麼漂亮還要來畫嗎 人生生力豬啊 很難看的一個人 就是非常的有氣場 一個個性非常強烈的一個女生 無可挑剔 欸我們剛剛看了一下你的IG 你是一位模特兒 對是 那你平常的話都是自己帶妝工作嗎 不一定欸 會自己帶妝 然後也會有採用濕化妝 對 那你平常有沒有自己比較偏好的妝容 我自己私底下會比較偏好的自然 然後妝感不要這麼重 就是顏色也不要這麼重 比較喜歡簡單自然的那種感覺 對 你應該也會非常的希望可以用這種日常簡單的啊 然後不要過多的色彩 然後讓你隨時隨地看起來都像是 時尚的面膜一樣嗎 當然有 那我們今天先就幫你用一個自然的妝容 打造一個時尚大片的質感 超級爛的 耶 那就讓我們趕快進入今天的改造吧 因為我T字部位很容易出油 但是呢我皮液跟我的臉頰兩側很容易乾 就是甚至會乾到脫皮 由於現在已經快到秋冬了嘛 那本身模特兩頰比較偏乾 所以在妝前的部分我幫他多做一點保濕 那我使用的是保濕凝露 它的話會比較清爽好吸收 也可以幫助它後續底妝比較服貼一點 那底妝的部分也是幫他選用保濕的粉底霜 如果想要一個乾淨的底妝 我們就是要少量多次的上 那這樣的底妝也會比較透亮感 在最後幫他刷上一點打亮 讓他整個感覺會是由內而外的透亮 非常的自然 那今天的話因為其實是比較想要打造出高級質感的眼妝 所以我也特別從大家化妝包裡面一定都有了大地色系 去挑選出比較帶有冷色調的棕色跟暖色調的棕色 去相互漸層暈染來呈現出比較有質感的高級妝容 像今天我就是特別用眼中提亮的方式 讓他的眼頭跟眼尾的深邃度可以襯托出來 因為模特他眼型比較立體 有點像歐美的那種深邃感 所以其實他在打底色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就是範圍比較過大 這樣子可能會非常的不自然 所以其實他只要清掃帶過打底的淺膚色 或者是淺咖啡色 完成之後用最深的深邃色直接在睫毛根部去做暈染 其實就可以打造一個蠻有質感的立體眼妝 那特別是在眼線部分 因為想要讓他的高級感或質感看起來更好的話 其實他的眼型只要順著平拉收細 就可以呈現出他眼睛的魅力 那在眉毛部分的話就更容易了 因為其實在底妝的透亮度出來之後 跟眼型的立體度也已經完整呈現實際 其實眉毛就只要讓他看起來可以柔和 所以我使用的就是簡單的眉粉 直接清掃 那眉筆勾勒線條 其實就可以完成這樣子的眼妝 因為我的嘴唇比較容易乾裂 常常會出現有死皮的狀況嗎 因為我們的唇部的皮膚本身比較薄 所以大部分的人在換季的時候就會很容易出現脫皮 或者是有細紋的困擾 在於上唇妝之前會建議說 我們在於上臉部的妝前保養時可以一併的做一個唇膜的厚膚 那我們今天選上一個比較偏奶茶裸的顏色 那我們上的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輕輕的用手指點在唇中央慢慢的暈開來 讓它貼近我們原本橙色的顏色 就會讓它感覺出 好像是自己原本的橙色的感覺 那種落落的感覺 就非常適合現在高級妝感的使用 它真的就是像 時尚雜誌封面走出來的任務一樣 完美無瑕耶 有質感的大人性遺憾 震撼全場的超級厲害 十年後還是看起來有質感 墜入凡間的天使 這是案子生在身體 太尊重雜誌尔 是偏isses